我們肝補的主要功能是修復肝細胞、清肝排毒、保護肝臟健康、改善睡眠、強化肝膽和減淡食斑。 海恩池,古德里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位著名的德國陸軍將領,最高軍銜衛大將。 古德里安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提槍坦克與機械化部隊使用於現代化戰爭的重要推動者。 在他組織與推動下,德國建立了一支當時作戰最具效率的裝甲部隊,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以新型戰爭形態閃擊戰的形式女女擊敗敵軍。 古德里安也是聯合兵總作戰和前線指揮等戰爭形態發展的推動者和先驅。 古德里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擔任了裝甲部隊的指揮官,在波蘭戰役期間指揮了第十九裝甲軍進行快速的突川攻勢與蘇聯軍隊會試。 在一九四零年的西線戰役中,古德里安擔任A集團軍第十九裝甲軍軍長,為西線主攻的裝甲兵力矛頭之一。 攻勢發起後,古德里安指揮部隊通過了被盟軍認為坦克難以橫越的雅登森林,即使英倫海峽,將困於比利時的盟軍包圍消滅。 這次軍事行動的成功令德國乃至全世界體會到裝甲部隊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性。 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發動巴巴羅撒作戰入侵蘇聯,古德里安出任中央集團軍的第二裝甲兵團司令,指揮德軍裝甲司完成多次包圍殲滅戰,直吹蘇聯首都莫斯科。 但在亞道夫·希特拉命令下,古德里安放棄其原先的目標,轉移律軍南下進行史上規模最大的包圍殲滅戰機副戰役。 這場戰役雖然以德軍的勝利結束,但因為延誤的時間而使德軍必須在極不利的東貴狀態下進攻莫斯科,古德里安也因此被免職。 一九四三年德國於史達林格立戰役中慘敗後,古德里安復出並被任命為裝甲兵總監,進行重建裝甲部隊的工作,進而發動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裝甲戰鬥富爾斯克會戰。 雖然德軍在戰場上佔盡優勢,將三倍人數於德軍的蘇軍打敗,但由於美軍在西西里島登陸逼使德希特拉下令德軍回防。 一九四四年七月,古德里安出任陸軍參謀長,這是他所晉升度的最高職位,但於戰爭結束前不久被免職。 古德里安現今成為了德國發展裝甲兵力的代表人物,被歷史學家稱作閃擊戰之父和世界裝甲車之父,但同時也因其急躁和直爽的個性而被捕下取了個急速海因慈的綽號。 在德國,古德里安是機械化、坦克,和利用裝甲部隊進行重心作戰的首要槍導者。 他被視為德國裝甲師的首席建築師。 古德里安開發了將裝甲部隊在集中在突破口1點以及中心突破的戰略,並大加發揚。 他在著作注意,坦克,一書中描述了裝甲攻擊的成功要素,出其不義,兵力集中,和有利地形。 古德里安提槍部兵和炮兵和坦克在裝甲師理協同行動,以發揮更大作用。 他在回憶六裝甲指揮官李寫道他早在1929年已經深信將坦克偏入追擊師是錯誤的,我們需要融合了所有必要支援兵種的裝甲師。 希特拉掌權以後德國重新建軍,這恰恰賦予古德里安把思想投入實踐的權力。 古德里安相信成功的要素之一是機動部隊的指揮官需要能彼此溝通,也要能和屬下部隊溝通。 古德里安在1933年堅持讓德國坦克裝備電台對港機和喉密,以便每一位坦克車場和手下的成員,以及連排內其他坦克通話。 每兩德國坦克的成員都是一個緊密合作的隊伍,而車長能夠和每一位成員溝通。 此外,德國坦克也能協同作戰,彼此掩護並提升總體火力。 克爾曼 巴爾克說古德里安帶來了現代軍事思想的決定性格新,其體現不只在裝甲部隊上, 還在通訊之上巴爾克認為古德里安的其中一項重大貢獻是包括了專門的通訊兵的五成員制,以及組織C級通訊兵以便司令員無論身處哪個部隊都能指揮整個C。 由此,司令員能夠在前線統領全師,這樣在機動作戰中起到關鍵作用。 德軍在1939-41年之間的勝利並非源自裝備優勢,而是源自運用這些裝備的優良戰術,以及優異的指揮體系讓德國裝甲部隊實現更高的機動性與速度。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的煩惱,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控油去塞,固法,欲法,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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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